绿色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餐桌上的坚持 也是地球公民的责任 让我们聆听土地的声音 用心守护环境 这里是绿色情报园 我是麦小田 北伦合住海口附近水域 发现一艘从越南方向驶来的木船 船上有一次海马干物品 一次性查获了涉案的海马干是22,082位 今年上半年 广西警方几乎每个月都查获海马干走私案 主要都集中在中越边界 数量相当惊人动辄万围起跳 全球每年至少有7000万只海马被捕捞 华人社会认为海马有壮扬的功效 陷入宾威的海马 有机会找回春天吗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海马专家来聊聊 第一位是台湾海洋大学海洋事务与资源管理研究所的助理教授郭廷军 副教授您好 您好 第二位是海洋大学水产养殖学系的副教授黄之阳 黄教授您好 您好 黄教授 我们知道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海马消费国 根据您的了解海马主要作为哪些用途呢 其实海马主要的用途 第一个我们先看它主要消费市场大概是华人地区为主 那华人大部分都是把甘致的海马拿来当成药材 那因为在民间的使用上面 他们认为海马主要正对于性功能有一些帮助 所以在很多中药里面 他们都会以海马作为药理 然后另外对于这近几年 科学研究它对于海马 它在药理的基转上面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它可以抗发炎抗衰老 这些种种的功效 另外又更增加了消费市场 它对于海马明显的需求 但基本上还是以这个华人市场为主 药用需求占整个海马的商业使用里面 它占比大概多少呢 大概超过九成 那全球甘致或者我们讲的药材海马的主要的基散地在香港 郭教授 我们知道中国将海马列为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 并且禁止捕捞 可是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的需求 刺激的全球黑市贸易是吗 其实应该这样说 因为海马目前主要人类的利用方式 是用在中药台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全世界我目前看到会使用海马入药 或者是入餐的地方国家都有在使用海马 那因为中国的人口多的关系 所以这个需求量就变得特别的高 至于黑市贸易的部分的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中国把海马列为二级保护动物之后 它们是就像你刚才说的 它是禁止捕捞跟买卖的 所以如果人民有需求的话 那它们可能就会倾向从国外进口 可是因为现在的状况就变成 有很多的国家在海马列入 就是野生动物贸易公约之后 它们就也选择关闭出口 所以因为需求并没有消失 所以很多交易就变成地下化 那以前我在加拿大念博士班的团队 也就是英俗哥伦比亚大学的 Karja Seahorse的团队 也有研究员在中国进行的调查的时候 也发现其实中国自己内部 供给内需的海马的量也是蛮庞大的 那只是因为它们就是内部的供给 所以不太容易在国际上面被侦测到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国外进口的跟自己国内供给的量 都还在支撑这个需求 那其实不管是国外进口 还是国内供给 目前在中国境内都是持续的 然后都是非法的 所以目前国际估计 中国每年的消费量大概是500吨 这有可能过于保守吗 对 没错 虽然现在因为海马列在 BITES FURU2里面 其实并不是说要禁止贸易 代表是说如果你这个出口国 它有办法好好的管理它的供给 跟贸易并不会损害野生族群的 存续的时候 它是可以合法贸易的 所以原则上海马的国际贸易 它不是全面的非法 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有一些 合法的官方数据 但是这个状况之下 就是会变成只有很少数的数据 才会被揭露 所以我目前的估计是 这个量是远低于 实际上真正在交易的量 那全球目前每年的海马交易数量 有多少呢 目前官方的数字 就是刚刚提到的合法的进出口量 大概是一年有一千万只海马 但是过去我们 PARJA Sea Horse的团队 会整了十年来 在全世界各地进行的 海马的渔业 张冠调查的统计数字 然后去做一个新的整体 评估跟估算 估计海马每年被捕捉的量 可能有大于七千万只海马 被从海里抓起来 那因为在很多地方 它还是有经济价值 所以很可能被抓起来 这些海马有绝大多数 都还是有流入市场 所以目前官方记录到的 可能只有实际上交易的 五分之一到七分之一 那么有多少种的海马 已经被列入 宾威物种的红色名录 以海马来说 目前有46种的海马 都有列在IUCN list里面 这46种里面呢 有14种 它的评为等级 是在vulnerable 就是脆弱 上vulnerable 或endanger或评为 那其他的物种 一样是海马 然后一样有被评估过 有40%是资料不足的状况 就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很确定 它在野外的生存情形 黄教授 那么根据您的观察 那为什么我们现阶段 看起来黑市的走私 依旧是非常的猖獗呢 其实资金它精神 主要是以贸易交易为原则 所以就变成 比如说它在国内 捞补或生产的时候 它并不受到相关的管理 但是它通常会 借由非法的运输 然后往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 像香港这些集散地 它去运输 那再加上甘致的海马 第一个它重量非常轻 第二个它体积非常小 然后再加上它很容易混杂 在其他的商品里面被运输 再加上它市场的需求那么大 然后黑市交易那么火弱 所以它就意外促使这个资源 虽然贸易公约上面 都有明文规范 但是黑市的交易 其实还是非常的火弱 这是不是意味着 目前市场上 我们看到的药材 还大多是来自非法贸易呢 其实如果依据SITES的规范的话 因为它是福禄二的物种 所以它必须是要人工繁殖培育 而且累贷到第二代 那这样子的话 它才可以经过一些申请跟查核 然后当地的主管机关 才能签订SITES permit 让这个东西可以随着文件去运输 但是我过去几年很频繁的去中国的广州 或者是上海去看 其实在他们的传统的药材市场 或者海鲜市场里面 他们都跟你说这个是人工繁殖的 但是你如果依据它的种类 还有体型大小来看 几乎都是野生的 而且有很多的海马 它其实并不产在中国东南沿海的地方 所以很想而易透过非法的贸易 进到这个华人市场 您在现场看到的品种 推估它可能来自于哪些海域呢 一个大概是印度洋 然后另外一个大概是西北的沿岸 黄教授您刚才提到说 在国内沿近海海域捕捞的海马 是不受SITES公约的规范 这是不是也意味着在西太平洋 因为这一代的市场需求格外大 这一代的海马 所受到的捕捞的威胁非常严重呢 是 其实很有意思的是海马 它并没有一个专门的鱼业在捞捕海马 这个我想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并不像一般我们所谓的鱼业的对象 它会集中形成一个群体 然后我们可以用鱼具跟鱼法去捞捕它 但是相对的就是比如说 现在几个主要在捞捕海马的国家 比如说像越南或者是像印度 那因为它会选择在前海 特别是海草床这些海马主要的基地 去做很频繁而且很大量的捞捕 而且几乎是不受限制的捞捕 这个其实对于不只是海马本身资源 对于它的漆地跟生态的影响 其实都是很大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捞捕海马 其实没有什么技术上的限制 所以就变成特别在一些传统 或者是相对没有开发的羽村 它可能妇人或小孩 它为了要贴补其他用 所以它几乎每天都去海边 去捞捕这些生物 反正它今天抓5只 然后明天抓10只 它就把它直接晒干之后 反正固定的时间会有人来收 那这个其实就会形成这个资源 持续的受到一些捕捉的压力 那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贸易规范的关系 所以它在黑市的交易的价格 就逐年的上升 那意外的促使了这些捞捕的活动 变得非常频繁而且兴盛 目前黑市的价格您了解吗 黑市的价钱像我们以台湾为例好了 赛干的海马的话 一斤大概是台币1万块 600公克现台币1万块 对对对 它还会依据 它的体高只要超过15公分的话 就是溢价的 就是它不是用重量在计价 它就是那一只多少钱 那体型越大的话就越贵 海马的身价其实不断的水涨船高 我们目前市面上常见的一些黑心海马 它有哪一些不效的手法呢 依据我们的田野调查 就是我们去造访国内外的干货或者是药材市场 其实我们最常看到的海马 它可能经过重复的使用 就是它可能拿去斟煮 拿去熬炼之后 最后它卖出来海马 它就是海马的骨架而已 肉眼看得出来吗 肉眼看得出来 因为第一个它重量非常的轻 第二个就是它身上只剩下骨骼的构造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海马它是重量计价 它是用一天一天去计价的 所以就变成它只要稍微增加一些重量 它的价格就可能增加三五十个percent的这个价格 所以我们会在中国取得的一些干质海马的样本 我们经由解剖可以发觉 里面有冲田泥沙的 灌注矽胶的 然后还有塞千条的 所以那第一个消费者买的时候 他就收付了这些冤枉的费用 那我们更担心的是 就可能你在浸泡药酒 或者是你去炖煮这个高温的这些过程 其实或许都会对人体不但没有了下 反而会造成一些伤害 布教授那么根据你了解 海马现阶段面临了哪些生存威胁呢 其实海马的主要的捕捉方式 是incidental by catch 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鱼业 它其实是想要抓别的生物的 比方说想要抓虾子 别的鱼类 或是放置泄龙的过程中捕捕到海马 因为海马又有经济价值 所以他们把它留下来 那当然也有targeting的 海马的捕捞鱼业 比方说在菲律宾或有些区域 会有人用潜水的方式专门捕捉 不过这种混货的捕捞方式 这个数量级是特别大的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威胁是漆地的破坏 很多的海马它主要漆地可能是海草床 或者是珊瑚礁近年来 因为开发的关系或气候变迁的关系 受到破坏而消失 所以这几个都是目前海马面临的威胁 黄教授那么以中国沿近海 它的海域污染情形来看 是不是也让它面临很大的生存威胁 那就更不用讲了 因为海马其实它主要是生活在前海的环境 那因为中国大陆它这几年 因为经济比较活耀 它很多的沿岸的地方 不只有大量的住宅跟人口聚集 那另外就是它开发很多的海洋休闲的活动 或者是一些区域 比如说从广东福建 一直到海南沿海 那其实这些地方都是海马主要的 栖息跟繁衍的场所 但是常常会因为人为活动 造成一些干扰跟破坏 根据您了解目前全球各地海马的野生种群 呈现出什么样的锐检的趋势呢 过去有一些调查记录显示 海马现在它在野外的环境 跟比如说50年前比起来的话 大概剩不到十分之一 顾教授您也看到海马资源 急速下降的情形吗 OK这个其实不同的物种 或者是不同的地区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是 在渔业作业比较密集的区域 然后蛮多的渔民都回报 他们有发现就是海马的数量 从很多年前大概几十年以来 下降了非常多 那有些区域甚至下降到70%到90%以上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基本上是相信在渔业密集的区域 海马的下降速度是比较明显 您刚刚提到有些区域的下降情形 非常严重 高达7到9成 这是在哪一带的海域 蛮多的海域都有被记录到这样的现象 比方说东南亚是一个蛮大的海马的出口 Salt region 所以在这个海域里面 我们的团队之前有在菲律宾 有在马来西亚 有在泰国等地进行过的调查 不管是渔民的访谈 或者是潜水的调查 都有记录到海马的数量 有下降的趋势 那冰冰方面在印度洋 就是印度的研究 那也有类似的状况 不过这个情形 它可能跟全球渔业过渔的情形 是相互相成的 以中国海域来说的话 它的瑞显情形也是很明显吗 对 中国的调查 其实也有蛮多的渔民回报 是说他们过去可以抓到很多海马 可是在近几年 这个数量也是有很大的下降的趋势 海马能够保住命根子吗 这里是绿色情报员 我们下周继续再聊